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的阿伯主 然后现在国内呢 很多人在玩那种悬浮子飞机 跟着我们很多教程中发现 在做完之后发现他又飞不起来 又在埋怨啊 怎么我的纸状不行 然后有人说你的方法是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都不是你飞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今天呢我将会给大家明确的说 你的悬浮子飞机之所以飞不起来 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所谓的悬浮子飞机 它飞不起来怎么样 今天我带来了三款同用的悬浮子飞机 这一款呢是我们就训练的是 比较改进 比较高的一种 它也是用普通的折子 A4的折子把它折出来的 来看一下 本来就是鱼色的这一款 它其实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作品 那么这一款呢 是根据鱼色那个改变出来的 看到它的纸状没有 它全部都是鱼色的 它不是非常很深 非常新等的折子 我们主要看一下 你飞不起来的主要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首先 你的动力平台 也就是说你在折子的时候 地方厚 地方薄 它的重量 会不会均匀 所以它飞不起来 这么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 你是需要去给它做一个 适当的重量上的一个调整 是它是一个飞行平稳的姿势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很多人去折它的小尾巴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尾巴 他们按照教程来说的话 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你折那种小尾 你肯定是飞不起来的 要折这种大尾 那么大尾和小尾 它是怎么去调整的 这个是要根据你的折出来的自由飞行 那个飞机的飞行姿态的来调整 保持它们两边的平衡性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用纸板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测试我们这架飞机 它的飞行姿态 到底是垂直的往下跳 还是缓缓的往下 这么一个姿态 还是往左往右这么一个偏执的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才好做及时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具体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调整 就我手上这个红色的飞机来讲 首先它的尾翼必须要调整成这个大尾翼 怎么来调整 是根据你的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上 如果说它是急切的往下降的话 你要把尾翼身高很大 如果它不是很急切的往下降 如果它是平和安缓的飞行下去的话 那么你的尾翼先端就行了 那么第二个呢 它是往左偏还是往右偏比较可能下 如果往左偏的话 你先把右边的红色高一点 加大它的幅度 如果是往左偏的话 对应有点也是这样子 那么第三个呢 左右的一个平和 我们在折子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是用手折 也不是用仪器对不对 那么在折子的过程中 容易发生一些偏差 所以这个时候在后面呢 真正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需要增加一些辅助的 比如说像我这个就加了一些胶水 加了一些胶水 增加它右边的一个重量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屁股后面 大家看到没有 很多时候大家不注意它的屁股后面 往上翘还是往下翘 这个其实很关键的 我们后面的教程当中 我们会讲到 我们的有一种叫做回旋式的飞机 就飞出去它回来 那么它的关键因素 就在它的屁股后面 第三个呢就是 我们在这个飞机的时候展开 一定要展开 像我们的滑翔翼飞机一样 那种展开 这样子才有可能真正的 实行这种悬浮式的一个飞行状态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 你首先要把握两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飞机在不用纸板的时候 它的一个飞行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子 其实这一块呢 它的飞行姿态不是特别适合做悬浮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是 其实是往左镜头的原因 也是往右啊 所以我们要把左边的这个尾巴 稍微升高一点 加到它的左边的风阻 把它头给它纠正过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进行调整 其实每一个折出来的悬浮飞机 之所以飞不起来 其实都有它自身的很多的原因 你看主要是有三点 第一个不平衡 重量不平衡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唯一 没有把头抬起来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送出的方式 是什么样子呢 尤其是推的 尤其是引领式的 所以说这几种方式它不一样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放在我们的 把飞机放在我们纸板哪一个位置 它才能飞得起来 那接下来我拿纸板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纸板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纸板 是我吃饼干 然后一个纸箱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飞机在飞的时候 我们的进气的方向 进气的方向是从下午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气流是从这里 所以说到纬度的时候 它的气流是一个最大的气流 下面是收气流 所以说在我们的那个真正的操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放在这个白色的这个位置 飞机才能飞得起来 如果放下来可能不行 所以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呢 尤其就这个我自己练习的视频 都是特别好 但是呢也练过几次 其实蛮累的 我给你说明显要真正飞起来 这个飞机啊挺不容易的 那么接下来 我可以给大家 好好地看一下 我车的这个飞机 它的飞行是在怎么样 当然通过努力 你肯定会比我飞得更好 是不是纸张太重了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这里可以说一点 如果你专用的漂浮衣的那个纸张 肯定会非常的轻松 第二个男人 纸板一定要打 哈哈 我的这个纸板很小了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飞行姿态 我不加任何时长 也不做任何特效处理 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好 太累了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我经过这么长段时间的练习,也只能飞这么一小段,这款指挥机的教程呢,在我的视频里面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记住,它的尾翼是根据你当时的重量,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当然,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这块板再大一点, 那你就非常好操作了啊 在这里,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折子的乐趣,欢迎我们共同分享